现在的中国人呢 他给国际社会上的人一种感觉 这种情况好像在很多地方都出现过 就是感觉中国人比较易怒 对不对 就是比较容易生气 就涉及到我们这个群体的时候呢 存在一种玻璃心的现象 就是这个心很容易破碎 就比较容易体现出一种 比较激烈的情绪反应 其实一些感情和观念呢 我们认为是很自拔的 但仔细观察它呢 它实际是在一个刻意的教育环境下形成的 并且在大众当中 人与人之间的互动当中 一种趋同心理下被放大的 这个说到玻璃心呢 当然主要涉及到这个华人群体 涉及到什么国家主权这些概念 所以呢就是有朋友一谈起钓鱼岛 就怒火中烧 说起日本人就咬牙切齿 一谈起中国近代史 就是屈辱深重 义愤填膺 一谈到这个当前国际关系 谁对我们稍微有一点这个不礼貌 不恭敬的地方 那就是苦打仇深 这就是给人一种感觉 好像是比较易怒的感觉 所以上一次节目呢 我们举到另一个例子 我们就是说这世界上啊 它有个国家 它的科技 军事 经济 都排到前面是强国 而我们所说的种种屈辱呢 你要放在他身上呢 还真是个小儿科 但是这个国家的人民呢 却完全没有我们刚才所描述到的 这种易怒的情绪 这个国家是谁呢 德国 德国 上次正好讲到这儿 我们的节目时间就到了 但你举这个例子呢 给大家印象实在是深刻 从国土面积的比较上 提到了这一点 我们很想把这个再听完呢 好的 这个我再稍微elaborate一下 这个德国这个国家 大家知道 它现在的领土面积 是35万9千多平方公里 它不到36万 放到100年前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 它的德国面积是54万平方公里 所以现在的面积 实际上呢 只有当时德国的三分之二 这个现在的版图格局 是在二战以后形成的 二战以后呢 德国的东普鲁市 整个这个地区呢 就完全跟德国脱离了 东普鲁市的北部 是给了立陶宛和俄罗斯 东普鲁市的南部 也就是它的大部分 是给了波兰 那这个东普鲁市 是个什么地方呢 这个东普鲁市 是日尔曼条顿骑士的故乡 是德国荣克军事贵族的发源地 你可以说它是德制民族精神的摇篮 就是这块地方 现在都不归它了 都变成外国了 那还有一个苏台德地区 苏台德的这个地区 大部分是讲德语 在二战以前 希特勒呢 他为了拿到苏台德 他差点发动了一场战争 他后来呢 通过英法的斡旋 然后通过一个慕尼黑协定 然后把这个苏台德地区 并入了德国 这是二战以前的 那么二战以后呢 这个苏台德地区的 大部分德语人口被驱逐了 就赶出去了 赶回德国去了 这个领土呢 还给了捷克 那你说人家 招谁惹谁 这个人就是在这 居住了几代的人 好 现在战争一结束 被赶出去了 这屈不屈辱啊 这背井离乡 肯定就是一个屈辱史 德国的西里西亚 也是分给了波兰和捷克 这个波美拉尼亚 大部分地区 也给了波兰 所以说呢 按照中国那个 百年屈辱的说法呀 这个德国人 他实在是很屈辱啊 他这个国家四分五裂 现在的领土面积 也比二战以前 大大缩水了 也刚好一百年嘛 他一百年就缩了三分之一 所以他应该是屈辱的很大吧 所以咱们中国人说冤 你还真没有人间冤 可是现在呢 德国应该是欧洲最强的国家 他的经济而且还是最健康的 就是他还不是经济体量大的问题 而是他这个整个国家的经济运行 整个国家的结构很健康 甚至美国人都很羡慕 德国人的经济模式 按照中国人的这个想法呢 国家强大了 那是不是该复仇了呢 该崛起的就是你以前拿我的 该还给我了吧 对吧 其实我们发现并没有这样 实际上欧洲的这个秩序 德国是他的坚定维护者 包括了现在这个边界稳定状态的坚定维护者 他为什么会这样 你看这个我们中国人的很多感情 他在德国人上就没有 这个民族他对战争的反思很透彻 他把和平繁荣公民的福祉远比领土面积什么荣耀面子 这些来得要大 就是他的这个意识形态 你看就和我们中国人的那种教育所形成的那个意识形态 形成那个感情就差很多 那可能有的听众还是会说呀 这个主权领土就是很重要啊 神圣不可侵犯呢 对你可以继续这么认为 但我想说的是呢 我们很多认为自己很自发的情感呢 它并不是一种放之四海皆准的自然情感 它是在一个环境下形成的 这世界上很多地方的人并不这么看 那大家有这个视角我不反对 但是呢除了这个视角呢 我觉得是应该打开另外一个视角 就是人们确实是应该多学习历史 有历史的眼光 这个历史的眼光有个什么好处呢 这个历史的眼光呢 它能够使人比较豁达平和 它不容易被一些口号就煽动的热血沸腾 这个人的豁达平和以后啊 他人际关系就好 如果民族里面咱们这个豁达平和的人多了 自然你的国际关系就好 自然你这个民族人到世界上去 那世界在这个世界其他地方 你的人际关系也好 那么我们所说的歧视问题可能会减少很多 那可能还是会有人有这个想法 咱们中国人的想法 就是说对啊 你德国很屈辱啊 但是你这一辈德国人你不是强大了吗 你祖宗的东西你都不敢抢回来 你不敢拿回来 你是不是很怂啊 这世界上的人是不是很看不起你啊 觉得你心里面不尊重你啊 刚好呢宾夕法尼亚大学的沃顿商学院 他做了一个调查 这个项目叫做全球最伟大国家的排名 他从经济 科技 人居质量 影响力 和世界上的民众的观感 从这些指标出发 给世界上的主要国家做个排名 在这个排名里面呢 美国排名第四 中国排第几呢 排第十七 大家猜猜第一是谁啊 最伟大的国家 第一难道是德国吗 对啊 你猜对了 第一是德国 你觉得他很没面子吗 你觉得他很怂吗 世界上的人看不起他们吗 其实我们刚才讲的那些事情啊 什么东普普世啊 是他这个德意志民族精神的摇篮 他给别人了 这种事啊 我猜咱们大部分听众朋友 就没有听说过 可能就是我刚才讲的 大部分听众朋友是没有听说过的 为什么没有听说过呢 那是因为没有人 津津乐道的去传这些东西 那为什么没有人去传这个东西 因为它不重要吗 没有人觉得这些事情重要 包括德国人自己 也不觉得这些事情重要 你看那大家传的是些什么事情呢 比如说有个故事很多人都听过 在2011年的时候 中国的华北华东遭遇暴雨 因为中国那个城市的排水设施不好 它就是修这个地面上的那个高楼大厦 这个表面上的工程修得很好 但是这个城市的排水系统 它在地面上看不见嘛 这个东西就不重要了 就很多地方偷工减料 结果造成很多城市内涝积水 这个事情大家很多都知道 什么动不动 北京就启动抗海模式 大家都在街上抓鱼去了 就看见这个街道上叫积水 但是华北华东 这很多大城市遭遇了内涝 有一个城市没被水咽 这个城市是哪呢 是青岛 为什么呢 因为青岛的地下排水系统 是德国人修的 德国人在117年前 就建成了这套排水系统 这100年里面一直工作良好 青岛都没有下多大的雨 都没有被淹过 这个故事呢 我相信很多人都听过 其实这个故事之后呢 还发生了一个故事 就是这个青岛市的城市规划当局呢 觉得下过这场雨后 这个德国人修的设施真是好 那这个好我们要继续让它发挥作用啊 对吧 所以我要维修这套系统 让它长时间的这个运行状态良好 然后呢 就联系德国的这个相关部门啊 就是说你能不能 就我下水设施啊 毕竟是100年前吧 很多部件老化了 能不能给我提供点部件啊 就帮我维修 结果呢 这个德国那边呢 看一看这个图纸 就说啊 我们德国人修的这个排水设施 它必定会在某一些部位 就每隔几十米某些部位 就会存在有一些零部件 这些零部件就是为了以后维修用的 所以呢 你这个我们的标准呢 这100多年都没有变过 所以你在那几个地方找一找 你看能不能找出零件来 结果呢 这个中国的工程员一找 还真的就找出来了 然后一用 还真的还管用 所以这个故事就是又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呢 说明德国人在100年前就有这么完善的功利标准 而且他这个传统100多年坚持不变 到今天还可以用 所以大家去传播的是什么故事啊 传播的是这样的故事 这才是人们津津乐道的去传闻的 那东普是谁站着的 什么波美拉尼亚谁站着的 Who cares 对不对 谁会去关心这个问题 你想起德国想起的是什么 想起的是西门子 想起的是奔驰汽车 想起的是德国这个民族 严谨和勤奋的精神 有谁会想起他的屈辱史 有谁会去传播这些东西 没有人吧 你觉得他没有面子吗 他在这个世界上是非常受尊重的一个国家 他排第一 您说的这个我插一句 其实是在100年前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 全部是从德国那边发起的 那么其中有一个角度 我就觉得让你谈了之后 我觉得很受触动 当时的德国人 也是为什么他会发动两次战争 那我们在国内呢 或者是现在网上说 哦这是各大这个当时的发达国家 在殖民地的利益分配不均所导致的战争 通常是这样的一个说法 可是你真正去看这段历史的时候 我发现有一个角度是很有意思的 就是德国人自己的所谓的民族自尊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呢 德皇就认为欧洲都看不起他 他这个德皇 当时的德皇是旅游皇帝的 全世界各个地方都去了 为了他进耶路撒冷把那个城门都给削掉了 然后让他马车通过 可是他就进不去巴黎 那么这种心理上啊 就是他因为他说 他不是那种一朝一代的这么传下来的 他是后成立的国家这样的一个国王 那么他呢就这种心理的导致了呢 他一直心里不愤 对这个传统的英国呀等等 虽然他们是姻亲 但是呢导致了最后的第一次世界大战 其中有这种心理因素 就总觉得欧洲人啊 没有给德国人相应的这样的位置 那第二次世界大战就更不用说了 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呢 所谓的一些裁判也好 所谓的制裁也好 那么他认为这是德国人民族的屈辱 那么希特勒上台之后呢 他这种要振奋得意志的这种精神呢 导致了一系列的因素啊 放到一起才导致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发生 两次世界大战的根本逻辑都是这个德国民族认为民族崛起 需要重新改变国际秩序 需要更广阔的生存空间 对对对 就根本逻辑这个 德国的本身是个传统的路权国家 他如果是在大陆上发展呢 他还不至于过于激怒英国 但是呢 当时德皇威廉二世呢 他违背了他的这个首相皮斯麦的一个重要建议 就是德国不要发展海军 之所以欧洲能够维持和平呢 是因为有不列颠的光荣孤立 就是因为英国嘛 他孤悬海外 他在欧洲大陆搞军事政策 他这个英国的生命线是他的海权 只要他的海权不受挑战 英国就能保持中立 而德国偏偏就要想去挑战英国的海权 就建立了很大的海军 致使英国在欧洲事务上不能保持中立 最后倒向法国 形成这个大国之间的结盟 这个世界的政治史的一个基本经验是 如果这世界上的大国形成了对立的军事集团 那么世界大战将无法避免 一次大战就是这样 因为一次大战的时候是 奥地利皇储斐迪南二世 在塞尔维亚被一个民族主义者枪杀了 然后呢 奥黄当然叫惩罚塞尔维亚 可是塞尔维亚呢 和俄国是有一个保护关系 俄国叫保护塞尔维亚 于是奥匈帝国就要对俄国宣战 可是呢 这个奥匈帝国和德国呢 又有一个针对俄国的军事同盟 这两个国家任何一个对俄国开战 另一个国家都需要无条件的援助 所以德国又需要对俄国宣战 而俄国和法国之间又有一个针对德国的军事同盟 一个防御性的军事同盟 就是法国和俄国任何一个国家受到德国的攻击 那么另外一方就有义务援助 所以法国又需要对德国宣战 所以这样所有的大国卷入其中 这时候唯一在欧洲和平的唯一希望是英国 因为英国只要它保持中立 那么它可以用它的中立作为一个条件 去斡旋各方 但是偏偏德皇威廉二世 就是它这个民族崛起 我要走向海洋 我要重新分配世界上的这个海洋霸权这个观念 它发展海军挑战了英国的生命线 英国的海权 所以英国不得已倒向法国 这样全部欧洲国家卷入其世界性大战就无可避免 这个是一个历史教训 嗯